第一条 公务人员之考计 依本法行之 第二条 公务人员之考计 应本纵和明时 信赏必发之旨 做准确客官之考核 第三条 公务人员考计区分如左 一 年终考计 系指各官等人员 于每年年终考核其当年一致十二月任职期兼之成绩 二 另与考计 系指各官等人员 于同一考计年度内 任职不满一年 而连续任职已达六个月者办理之考计 三 专案考计 系指各官等人员 平时有重大功过时 随时办理之考计 第四条 公务人员任限职 精权需审定合格时受制年终满一年者 于以年终考计 不满一年者 如牺牲任高一官等职务 得以前精权需审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职务合并计算 办理高一官等职年终考计 如系调任同一官等或降调低一官等职务 得以前精权需审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职务合并计算 办理所需官等职等职年终考计 但均以调任并继续任职者为限 具有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执政务人员 教育人员或公营事业人员转任公务人员 精权需审定合格时受制者 其转任当年未办理考核及未采计题续官职等级之年资 得比照前向精权需审定合格时受制年资 合并计算参加年终考计 第五条 年终考计应以平时考核为依据 平时考核就其工作 操心 学试 才能行之 前向考核之细目 由全序机关定定 但兴致特殊职务之考核得失各职务需要 由各机关定定 并送全序机关备查 第六条 年终考计以100份为满分 分价 以 丙 丁丝等 各等分数如左 加等 八十分以上 一等 七十分以上 不满八十分 丙等 六十分以上 不满七十分 丁等 不满六十分 考核甲等之条件 应于施行细则中明定之 除本法令有规定者外 受考人在考纪年度内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考核丁等 一 挑拨离间或悟空浪告 情节重大 经书倒无效 有确实证据者 二 不听指挥 破坏纪律 情节重大 经书倒无效 有确实证据者 三 戴乎职守 机研公务 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有确实证据者 四 品性不端 或违反有关法令禁止事项 严重损害公务人员声誉 有确实证据者 第七条 年终考纪奖乘一左列规定 一 加等 进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以达索续职等本奉最高奉级或已续年供奉级者 近年供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已续年供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二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二 已等 进本奉一级 并给予半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已达索续职等本奉最高奉级或已续年供奉级者 近年供奉一级 并给予半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已续年供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一个半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三 丙等 流言奉级 四 丁等 免职 前向所称奉给总额 指公务人员奉给法所定之本奉 免供奉及其他法定加给 第八条 令与考纪人员之奖程 列甲等者 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列一等者 给予半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列丙等者 不予奖励 列丁等者 免职 第九条 公务人员之考纪 除机关首长由上级机关长官考纪外 其余人员应以同官等为考纪之比较范围 第十条 年终考纪应进奉级 在考纪年度内以依法进序奉级或在考纪年度内升任高一官等 指等职务以序较高奉级 其以前经权序审定有案之低官等 指等职务合并计算办理高一官等 指等之年终考纪者 考列以等以上时 不再进序 但专案考纪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各机关村加考纪人员任本职等年终考纪 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取得同官等高一职等职任用资格 一二年列加等者 二一年列加等二年列以等者 前向所称任本职等年终考纪 指当年一职十二月任职期间均认同一职等办理之年终考纪 另与考纪及以不同官等职等并资办理年终考纪之年资 均不得予以并计取得高一职等升等任用资格 但以不同官等职等并资办理年终考纪之年资 得予以并计取得该并资之较低官等高一职等升等任用资格 第十二条 各机关办理公务人员平时考核及专案考纪 分别一所列规定 一 平时考核 奖励分加奖 计功 计大功 成处分身界 计过 计大过 于年终考纪时 并继承计增减总分 平时考核奖成得互相抵消 无奖成抵消而累计达二大过者 年终考纪应列丁等 二 专案考纪 与有重大功过时行之 其奖乘一左列规定 一 一次纪二大功者 进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之奖金 以达索续职等本奉最高奉级或以续年供奉级者 近年供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之奖金 以续至年供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二个月奉给总额之奖金 但在同一年度内再因一次纪二大功办理专案考纪者 不再进去奉级 改给二个月奉给总额之一次奖金 二 一次纪二大过者 免职 前向第二款一次纪二大功之标准 应于施行细则中明定之 专案考纪不得与平时考核功过相抵消 非有阻裂情形之一者 不得为一次纪二大过处分 一 图谋背叛国家 有确实证据者 二 执行国家政策不利 或逮忽职责 或险漏职物上之机密 致政府遭受重大损害 有确实证据者 三 违抗政府重大政令 或严重伤害政府信誉 有确实证据者 四 涉及贪污案件 其行政责任重大 有确实证据者 五 图谋不法利益或严刑不检 致严重损害政府或公务人员声誉 有确实证据者 六 胁迫 公然侮辱或诬告长官 情结重大 有确实证据者 七 挑拨离间或破坏几率 情结重大 有确实证据者 八 矿值继续达四日 或一年累计达十日者 第十三条 平时成绩记录即讲成 应为考计评定分数之重要依据 平时考核之功过 除依前条规定抵消或免之者外 曾计二大工人员 考计不得列以等以下 曾计一大工人员 考计不得列以等以下 曾计一大工人员 考计不得列以等以下 曾计一大过人员 考计不得列以等以上 第十四条 各机关对于公务人员之考计 应由主管人员就考计表项目凭你 递送考计委员会出核 机关长官复核 经由主管机关或授权之所属机关核定 送权续部全序审定 但非于年中办理之令与考计或掌官仅有一级 或因特殊情形报经上级机关核准不设至考计委员会时 除考计免之人员应送经上级机关考计委员会考核外 得竟由其掌官考核 考计委员会对于考计案件 认为有疑意时 得调月有关考核记录及案卷 并得向有关人员查询 考计委员会对于你与考计列丁等级一次级二大过人员 处分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诉极深辩知机会 第一项所称主管机关为总统府 国家安全会议 五院 各部 会 处 局 属与同层级之机关 省政府 省资议会 直辖市政府 直辖市议会 县 市 政府及县 市 议会 第十五条 各机关应设考计委员会 其组织归程 有考试院定之 第十六条 公务人缘考计案 宋权续部权续审定时 如发现有违反考计法规刑施者 应照缘送案程序 退还缘考计机关令为施法之处分 第十七条 删除 第十八条 年终办理之考计结果 应自次年一月起执行 一次计二大工专案考计即非于年终办理之令与考计 自主管机关核定之日起执行 但考计应于免职人员 自确定之日起执行 未确定前 应先行停止 第十九条 各机关办理考计人员如有不公或训私舞弊情失时 其主管机关应查明责任予以惩处 并通知原考计机关对受考人重加考计 第十条 办理考计人员 对考计过程应严守秘密 并不得遗漏喘措 为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 第十一条 派用人员之考成 准用本法之规定 第十二条 不受任用资格限制人员及其他不适用本法考计人员之考成 得由各机关遵照本法之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教育人员及公营事业人员之考计 均令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法施行细则 有考试院定之 第十五条 本法施行日期 有考试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条文自公布日施行